仙侠里的荷欢宗女修搞错了剧情 第一章穿越成荷欢宗女修 韩蕊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 最爱的消遣就是读各类仙侠小说 他总是想着要是能穿进仙侠小说里 说不定也能体会到那些达怪升级 狭肝一胆的快感 然而当他真的穿越进一本仙侠小说时 现实却远比他的幻想残酷的多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身穿一袭红衣 躺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床上 身旁还有一位神情焦虑的女修在他耳边说着话 师妹你的毒发作了 只有与全英体质的男子一起修炼才能续命 不然你就只剩三十天了 什么毒 什么续命 韩蕊脑子一团乱 但一股从身体深处传来的剧痛 让他无法不正视现实 他这才惊恐的发现 自己穿成了小说中一个倒霉的荷欢宗女配 开局集中剧毒 生命只剩下短短三十天 而唯一的解药 是要与全英体质的男子双修 才能清除体内的剧毒 想到这里 韩蕊简直要崩溃了 更糟糕的是 他知道整本书里唯一的全英体质男子 就是那个被封印在被英古的摩尊男主 叶寒成 叶寒成这个名字 在书中可是鼎鼎大名 他不仅心狠手辣 冷酷无情 还爱吃这点倒是小说中不经意提到的一个搞笑梗 总之绝对不会是个好对付的人物 完了穿越不说还碰上这么个难搞的剧情 韩蕊忍不住在心中哀嚎 第二章 被英古是个常年笼罩在阴霾中的地方 中年寒冷刺骨 难怪叶寒成会被关在这里 他一路上战战兢兢 终于在封印的中心看到了那位传说中的摩尊 叶寒成被封印在一座巨大的石台上 周身缠绕着一道道金色的符文 他低垂着头 仿佛正闭目养神 但韩蕊知道 这位摩尊随时都可能把他按死在的 他抖着声音说 摩尊大人我我有个交易提议 我能给你做很多好吃的 但你可不可以帮我解读 咱们一起修炼 叶寒成抬眼瞥了他一眼 冷笑道 凭什么 韩蕊一时间有点怯懦 心里暗骂自己胆子真小 但为了活命 他还是硬着头皮 迅速架起锅灶 开始大展厨艺 半个时辰后 八个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已经摆在叶寒成面前 叶寒成的眉头微微挑了挑 终于被这满桌的美食吸引 随手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行 他语气冰冷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韩蕊总算松了一口气 心想这摩尊果然是个食物 又或者暂时保住了命 第三章 意外的逆转 接下来的日子里 韩蕊和叶寒成每日修炼 韩蕊心中的大石头稍微放下了一些 他原本以为 自己只要完成这段交易 清除体内于毒后就能溜之打击 然而 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最后一次修炼的前一晚 他正在做晚饭 忽然发现少了一个番茄 他想着明天就能彻底清除毒素 马上逃离这个可怕的摩尊身边 心情放松了些 但没想到 叶寒成当着他的面 居然轻轻揭开了封印符 然后胆胆一脚 冷身道 我去找番茄 韩蕊目瞪口呆的 看着他毫不费力的撕开了 那些让他封印多年困在被因谷中的符文 然后转身离去 他他能破开封印 韩蕊呆立在原地 脑中乱作一团 这不对劲 按照书中的剧情 叶寒成不是应该被永久封印在谷中 毫无灵力吗 难道是他的出现 改变了故事进程 此时 脑中的危机意识让他意识到 不能再等了 他迅速收拾起所有行李 包括郭婉嫖盆 趁着叶寒成买菜未归 连夜逃跑 第四章 疯狗魔尊的寻期之路 叶寒成回到谷中时 发现郭婉嫖盆和人全都不见了 他一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 但等了三天 还是没见韩蕊的身影 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被抛弃了 怒火直冲脑门 他当即撕毁了封印符 唤起体内封存多年的灵力 踏遍修仙界 开始疯狂寻找这个逃跑的女人 这一切很快引发了修仙界的巨大轰动 魔尊叶寒成出世 本已是大事 更不用说他满世界寻人的可怕气势 让所有人都在猜测他要找的是谁 甚至传闻他将那人恨之入骨 韩蕊得知消息后 心惊胆战 开始东躲西藏 他一心只想苟活 绝不想再遇到叶寒成这个风魔 第五章 被堵在墙角 两年后的某天 韩蕊正躲在一个偏僻的修仙小镇上生活 他以为已经摆脱了叶寒成的追踪 没想到当他从集市回来时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中 突然感到背后寒气震震 转身一看果然是那个他最不想见到的魔尊 叶寒成一袭黑色披风遮住了他高大的身形 眼神冷烈 缓步逼近他 他压低声音 充满怒火的说 十万钟气是吧 抛肤气子是吧 韩蕊一脸猛逼 我不是我没有抛肤就算了 哪来的子 叶寒成冷冷一笑 撩起披风 露出微微鼓起的小腹 你有露鼠血脉 为何不早说 韩蕊瞬间实话 露出 那不是传说中能让男人怀孕的祥瑞之寿吗 这个设定在书里也就一句带过 根本没引起他的注意 结果居然自己给男主整怀孕了 第六章 怀了个魔尊 韩蕊内心一片混乱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让魔尊怀了孕 这下怎么办 跑是跑不掉了 难道真要面对这个失控的剧情走向 叶寒成显然对这件事十分愤怒 他本就是被封印多年 心中充满怨气 现在又被这个抛夫弃子的女人甩掉 自然怒不可遏 然而 看着那微微隆起的肚子 韩蕊心里也无味杂成 这一场荒唐的穿越 他究竟该如何收场 故事后续 接下来 韩蕊将不得不面对这个 由他意外改写的命运 与叶寒成的纠缠将更加复杂 随着魔尊的过去被揭开 韩蕊也渐渐明白 他的冷酷无情下隐藏着太多难言的痛苦 两人之间的情感 也在互相伤害和救赎中逐渐发展 他终将明白 这场命运的交织 早已超出他的掌控